23岁唐同学长期有双侧鼻塞、打喷嚏、流鼻水等问题,导致有难以入睡、张口呼吸、上课精神不佳等情况。 经检查发现为双侧肥厚性鼻炎合并鼻中隔弯曲,以药物治疗数月后状况改善有限。 因此讨论后唐同学决定接受鼻中隔与下鼻甲成型术,术后总算可以用鼻子好好呼吸了。 卫福部台南医院耳鼻后科主治医师孙玄安表示。 两个礼拜,甚至数个月数年以上的比赛的话,那我们会建议说,增长药就要去医院找专业的耳鼻尔科医师进行检查。 因为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,像是过敏性鼻炎、肥油性鼻炎,或者是鼻息肉、鼻痘炎,甚至更严重的会有鼻内肿瘤的问题。 那我们会希望说可以尽量的早期诊断,以利做早期的治疗。 其实因为不同的鼻部疾病它的治疗方式其实会差异的非常大,所以可能没有办法一概而论。 但是通常还是要持续规律的来门诊追踪,并且定期使用药物才有办法做到更好的术后照顾。 鼻塞是个相当常见但恼人的问题,也会经常影响睡眠、工作或学习的专注力、生活品质。 持续时间小于两周的短期鼻塞,多为上呼吸感染所造成。 若时间超过两周,建议寻求耳鼻侯科医师进行检查,以利早期发现疾病、早期治疗。 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。